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复工于二船于世界强队还有距离 想问一下咱们教练团队之后是否考虑专项教练于外 交提高我们复工于二船的方面 郎平为此回应 我们本来就请了外教 我觉得不仅仅复工环节 很多环节都要提高进步 不少网友们看到后 分分表示 郎平这是生气了吗 在这 从镜头前来看 郎平似乎有些不怨 而且回应也比较强硬 有网友表示 是记者问题太尖锐 有网友则表示 郎平所说的外教在哪里 当然 从目前中国女排的教练阵容来看 外教的却有 但复工于二船 似乎并没有外教 值得一提的是 郎平间段时间的却 遇到了一定的质疑 因为中国女排在女排国家联赛的表现一般 不过 作为费专业人士 无法评价郎平战术更多 但郎平对于这只中国女排 依然是鞠躬金翠 在总决赛季军战 在遇到西前的这个晚上 郎平几乎一夜没睡 女排国家联赛压根 又不是三大赛的比赛 这样的比赛为了出成绩 一夜不睡 放不住 然而 郎平身上的压力 必想象更大 郎平在采访中表示 那么多球女大老人 请假花前来 看中过女排比赛 我们的队的几球迷 有一线希望 也得尽全力去拼 技术水平 经济状态 达不再没关系 但是 必须拿出你们的横进而来 在里约周期 郎平表示 是吃安眠药才能睡觉 俗话说打江山 容易一手江山男 因为女排国家联赛成绩一般 因此郎平也遇到了一定的麻烦 她自然不会不知道 不过就目前来看 平教郎平东京周期 带队 走势还为时尚早 2013年中国女排 要锦赛第四后 一月升到巅峰 郎平证明自己是具备 打脸实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